请收看 卫律法师 冯雪讲座 是待望的第八意识 真心待望 待望的第八意识 但是虽然待望可是全望即真 就像第二月一样 第二个月亮一样 月亮本来就是一个 但是我们望见的月亮旁边又有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第八意识 真心待有虚妄的望心在作用 问题 那么你离开这个第八意识 待望的第八意识 你又找不到清静的本性 没有 那么因为我们错用心 用错了 无量意识来一直往外 所以就能生朱元 能生朱元 生起种种的这个朱元 包括能锁 能见的望心 锁现的境界 这个通通是清静心性所引现出来的 而不知道 不知道 第八意识有 见分 相分 自正分 正知正分 第八意识所引现出来的 就是根深跟气界 根深跟气界 根深就是我们清静心 加上四大变成无印这个色神 也就是我们清静心 在里边 但是呢 被这个地水火风 射受响心 是整个困住了 化作神经系统 清静自信不是神经系统 可是又不能离开神经系统 如果清静自信是神经系统的话 那么人死了以后没有神经系统 那佛性就坏 佛性本来就不坏的 所以就是清静心 加上地水火风旋转 变成这个色受响心 是待望的无印生 待望的无印生 但是呢 误了无印 就是全部就是佛性 色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色即是空 色就是佛性 色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受就是佛性 想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想就是佛性 行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行就是佛性 是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是就是佛性 转世成世以后 色受响心事 就是如来葬性 就是菩提涅槃 因此 我们因为不了解 物质跟精神 来自同一个本体 来自同一个体性 见相二分 本来是来自一个 自体分 自体分 就是自正分 你就为师讲的自正分 啊 就自正分 就是待望的 第八意思 那么这个自正分呢 啊 记得 眼睛就给就有四分 相分 见分 自正分 真知 几个例子来讲 啊 比如说 眼睛 就是眼根啊 神经系统 这一切色法 就产生心理作用 这个就是 待望的第八意思 所演现出来的 第八意思是维系的 啊 第二能变成第七意思 再来变成粗糙的 前六四 哎 前六四 所以 虽然说 第六意思的分别 跟第七意思的 执着 是怎么来的呢 第六意思 啊 跟第七意思 是怎么来的 就是 第八意思的 见分 被染污了 成执着 变成第七意思 啊 第六意思 也被染污了 变成分别四世 因此 第七意思的 见分 以第八意思的 见分 为自我 换句话说 第八意思的 见分 跟相分 本来是 来自 一个自体分 是没有分别 本来就是菩提 本来就是菩提 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维系的 变动 使它变成执着 啊 执着 所以说 见分就是精神作用 加上一股 强烈的执着 包括晚上做梦 都执着 白天也执着 二六十中都执着 执着就变成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止像 就所有像 通通出来 就是因为 我为本位 定位一个我 然后三度空间 所以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止像 全部都演发出来 加一个分别 第六意思的分别 也就是第八意思的 精神作用 加一个分别作用 就变成第六意思 那么这个第六意思 有巨生的分别 还有 还有 后天的 啊 那么这个 这个 分别意思 有先天的 有后天的 哎 先天的叫做巨生 巨生分别 后天的叫做 对境界所起的 叫做分别 是 第七意思 也就是巨生我执 巨生法执 巨生法执 那么 影线在外面的 就是 第六意思 跟第七意思 就是同时 执着就所分别 执着分别 执着分别 因此我们要了解 第八意思 所影线出来的 前面的 色身相位 色身相位 处 变成五根 这个根身 所攀岩 根身 主位 根身 气界是显现的 可以看得到的 种子是看不到的 是潜伏在 八世 田中里面的 根身 气界 种子 就是全部 都 无论是影 无论是显 通通 包括在如来 掌性里面 也就是 世经元明 也就是 待望的第八意思 虽然是待望的第八意思 但是 如果说 你肯修行 了望 就是真 虽然是第二夜 可是眼睛 好了 剩下 一个 清静的月亮 我们现在 就是 带着 虚妄的 妄心 而自己 不知道 所以 你不能离开 现前当下 这一念 待望的 第八意思 修行 待望的 第八意思 修行 因此 我们了解 见分 是这样子 相分 自争分 真知争分 这个 就是精神 跟物质 是提示 来自同一个体性 好 举个例子 譬如说 蝸牛 蝸牛 这个蝸牛 你看了蝸牛 有两 两只 触角 对不对 一个是精神 一个是物质 可是光亮一 碰到刺激以后 两只触角 怎么样 会缩回来 缩回来 怎么样 就是 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对不对 精神 跟物质 在凡夫来讲 是严重的对立的 严重的贪婪的 但是我们 歇吉之菩提 把精神的执着 跟分别的执着 放下来 这个像 纵像本来就空啊 因为纵像本来就 原起的东西啊 万法本来就唯心所造啊 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 精神 起执着跟分别 境界 认为是实实在在的 不知道 境界是空 妄想 颠倒执着也是空 所以 精神跟物质 变成强烈的 对立 一直攀援 一直计较 一直纷争 一直贪婪 起忐恨心 然后 其实 精神跟物质 说回来 其实是你这颗心 在作用 其实是你这颗心 在作用 落了意料之三世一切 佛 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脏 所以我们不知道说 镜像二分 来自同一个 自体分 我们不知道说 精神跟物质 其实来自同一个心性 因此严重的 我相 能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一直弄得你死我活 不知道这是生命 无常的 这个法 然后 再来举一个耳朵的例子 耳朵的例子 耳朵也有相分 见分 自争分 正知争分 好 耳朵 动 跟静 动跟静 动就是相分 耳朵的相分 就是动跟静 对不对 有动 就有声音 动态嘛 是不是 繁华的都市 动态 吵杂的 这个 超市 很多人百货公司 吵杂 这个是动态 耳朵 听得很清楚 或者是音乐 音乐 动 一个人到深山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讲话 这就叫做静 耳朵 的动静 就是耳朵的什么 相分 知道吗 好 耳朵有什么作用呢 耳朵有什么作用呢 耳朵 诸位 耳朵因为声音的刺激 而产生心理的反射 产生心理的反射 产生心理的反射 而这个反射作用 夹杂的执着跟分别 而佛陀说 执着跟分别 这个就是忘 忘心 执着 忘成 产生不必要的烦恼 换句话说 我们的轮回的苦 是很厌忘的 我们不懂得享受生命 也是很厌忘的 我们把自己弄得很辛苦 很痛苦 变成压力 也是很厌忘的 因为不知道 能执着的那个心 是空 所知之后的静 还是空 因此 眼耳鼻舌身 所引现出来的这个外境 外境 这个外境 就是第八意识的火爆 叫做正一恶爆 通通是第八意识 所引现出来的世界 缘起如幻不实在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 那么因此我们 从一出生 就发展五根 在座诸位 我们要了解 五根是为了攀岩 这个境界而发展的 在座诸位 我们要了解 我们生长的这个世间 如果有光线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眼睛 继续成长 如果这个世间没有光线 我们的四神经就会摔坏 败坏 诸位 你看过大地震吗 看过大地震以后 如果一个人 被大楼大地震 压 压在这个 大楼里面 压住了 跑不出来 诸位 把它 用这个 挖土机 机械把它挖出来 经过了七天 抢救的时候 它在完全没有光线的时候 抢救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蒙上眼睛 你知道吗 一定要蒙上眼睛 它因为七天七夜 没有光线的刺激的时候 这个四神经 它会伤害 受损 所以一个人的眼睛 长时间生长在 完全没有光线的时候 眼睛就会退化掉 知道吗 因为没有作用 完全会失去作用的 完全会失去作用的 所以我们到 看这个 科学 海洋生物学家 到深海去探测的时候 深海就没有什么光线 对不对 那一些动物就完全 生物就完全没有眼睛 完全没有眼睛 因此我们要了解 哪一种时间 空间 哪一种环境 有的五根巨竹 有的只有耳根 像眼镜蛇 眼镜蛇 对不对 印度那个眼镜蛇 它的耳根就 退化掉 它完全 听 听不到声音 眼镜蛇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 你不要看那个印度哪一只喇叭在吹 它是跟着那喇叭在转的 不是那个 那个是吹给人听的 知道吗 那个眼镜蛇 是跟着那只喇叭在转转 转动转动 不 那个吹出来的声音 眼镜蛇是完全听不到的 它的耳根 完全退化掉 完全退化掉 你不要 给印度阿山骗气了 以为那只蛇是跟着那只喇叭在走了 不是这样子的 好了 能生猪眼 就是这样子 眼 耳 鼻舌 生意 都有四分 都有四分 那么建分攀岩相分 就惨 那么通通离不开自贞分 自贞分就是自体分 就是待望的第八意思 离不开 好 那么这个自贞分 又有一个政治正分 自贞分叫做自体分 自贞分为题 政治正分就是用 来证明自贞分是没有错的 政治正分如果当做题 那么自贞分就是用 因此 见相二分 说回来 来自自体分 意思就是 我们无论千变万化的妄想颠倒执着 都不能离开第八意思 心如大海 心如大海 能生猪浪 我们就是生种种的波浪 痛苦的波浪 知足的波浪 所以不知道万法 唯心所造的道理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